刚才呢我们讲了一下文件和目录的基本操作啊 文件的增删改增删啊 但是没有讲文件的这个编辑 怎么去编辑文件 比如我们在windows下编辑一个文件 我是不是双击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在这里边写东西 然后保存 然后关掉就退出这个文件了 对不对 这是一系列的操作啊 那linux下的操作呢 是因为没有鼠标点击 没有鼠标点击 那我们想编辑一个文件 如何来编辑呢 比如说我们编辑一下这个无老板叫tst 里边给大家加些内容 如何来添加啊 注意用到一个工具叫vi 然后吴老板 然后一汇车就进入到了这个文件的编辑界面 看到汇车进入到这个编辑界面 这是vi工具 vi叫编辑器啊 和windows的即时本工具类似 然后呢我们先体验一下vi的功能 然后后面我们再细讲vi vi呢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操作 手法啊 那个我们现在先不多提 先简单了解一下这个vi啊 简单的一些内容是什么呢 比如说vi我们在进行编辑保存文件的时候呢 它需要三种模式切换 才能完成一个文件的这个编辑和保存啊 当然了它其实你要操作熟练了以后啊 它比什么呀 我们在这 windows是右键新键 一个文件 然后再去这个写内容再关闭 其实比它就是如果你用熟练了以后啊 比它应该更方便啊 我觉得啊 哪三种模式啊 首先vi 你看我刚才通过vm vi啊打开了一个文件对不对 进入到这个界面了 这个界面叫什么呢 叫常规模式的文件界面 在这个文件界面当中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快捷键 这个快捷键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在这啊 写一些内容 然后滴滴就把它删掉了啊 但是写内容的时候呢 我现在处于这个模式啊 是不能往里边写内容的 注意你看我现在写 哎呀写东西它自动切换了啊 输入了一个a 它就自动进入写模式了啊 我先退出一下啊 比如说进入这个模式啊 我现在在这写东西是写不进去的 看见没有 比如说你现在啊 刚开始vi打开这个 这个 这样我重新来一下啊 我先退出一下啊 退出一下啊 我直接vi 这个无网版TLT 进入这个界面之后啊 我直接在这输入内容 是写不了东西的啊 这种模式呢 是常规模式啊 我们想写东西 需要进入到一个编辑模式里面 就才能写 如何进入vi的编辑模式呢 输入A 这个英文的A字母 或者是小写的A字母 或者是什么的O字母啊 就能进入到这个模式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A字母 你看下边就发生变化了 变成了insert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写入文字了 比如说写个hello 啊 my girl 好吧 JL my girl 比如灰车 就写下一号啊 比如写一些中文啊 你好姑娘 你好 豆号姑娘 好吧 这就写完了 比如我现在写完了 啊 写完了 写完了呢 我想 这个保存它了 对吧 怎么来保存呢 按 首先啊 要退出这个编辑模式 按ESC键 键盘的ESC键 退出这个模式了 你看 它这有光标 看见没有 这光标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说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你看这个文件有光标 你把它移动到某个位置 你再写内容 它是不是就在这开始写啊 这就是说光标 就是文件内容的插入位置 好吧 而这个地方呢 也是看也有光标的 比如我现在进入编辑模式 进入编辑模式 也是有光标可以定位的 比如在你好前面加一个XX 看见没有 后面加一个KK 都是可以的 这是我刚才说到了光标 那现在咱们说编辑完了 我现在要保存退出了 对不对 我按ESC键 先回到常规模式 然后想保存退出呢 你还需要进入到一个命令模式 这个命令模式怎么进入 就是输入一个英文的冒号 就在这 按着Shift键 Shift键 按问号上面那个冒号那个键 Shift冒号 进入到这个 这叫命令模式 在这输入什么呢 保存退出等一系列的指定 我现在想退出 就按Q键 就退出 但是直接按Q键一挥车 是退出 但是这种退出呢 你看他会提示我什么 他说文件已经修改过了 你是否要保存 如果你不保存 那你加一个感叹号 直接退出 如果你保存的话 你就需要干什么 你需要写另外一个指令了 再输入冒号 再重新写 想保存的话就WQ WQ叫保存退出的意思 好吧 一挥车 这就保存退出了 比如说我在VI 吴老板的TST 再进去一看 内容是不是都还在 现在是常规模式 对不对 比如说我再想加点东西 我还得要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移动移动移动到后面来 然后在这一挥车 再加一些内容 内容 然后再保存退出 先ESC键 退出当前的编辑模式 然后冒号 进入命令模式 然后 比如说这个内容 我不想保存 我写的不对 改的有问题 我不想保存 那我就Q感叹号 退出 回车 然后再VI 无论万点TST 一回车你再进来 刚才的内容有吗 没有了 Q感叹号退出 就要强制退出 好吧 强制退出 不保存 而WQ呢 就是保存退出 Q呢是 现在啊 我什么的也没编辑 我在这直接输入Q就可以退出 只要你改了东西 你直接输入Q退出 它会提示你不能退出的 好吧 那么现在我们刚开始进来 我说进的这个模式 是什么模式 是常规模式 对不对 常规模式下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使用各种快捷键 方便你操作 什么可以呢 比如说 我快速的删除这一行记录 比如我把这一行数据 给它快速删掉 我就可以按两次D DD 就把它删掉了 看见没有 DD 对于VI来讲 就是一个快捷键 除了DD 还什么YY等等 还有什么Ctrl A键 Ctrl G键 等等 有好多的快捷键 快捷键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 比如你看 我现在登的QQ QQ截图有快捷键 是Ctrl Alt A键 这不就截图吗 是吧 在这里面就可以画图 这是调除截图功能 就是用过 通过快捷键的方式来调除的 Ctrl Alt A 然后在这个 常规模式下 就是默认的这个常规模式下 可以使用各种快捷键 来操作这个文件 编辑这个文件 好吧 那如果说你现在直接想往里写内容 你需要进入到编辑模式 而进入编辑模式 是需要输入 要么A键 要么O键 要么A键 点一下进入编辑模式 再输入内容 然后按ESC键 回到常规模式 按冒号键 进入到命路模式 用于保存退出 对吧 然后如果命令模式 比如说我现在进入冒号 进入了命路模式 我不想输入命令了 我想退出命令模式 怎么退出ESC键 退出命令模式 好吧 然后关于这个三个模式的切换 我简单画了个小图解 大家可以把这个按这个图解 去简单理解一下 操作一下这些内容 好吧 那关于VI的一些其他的详细功能 包括那些快捷键怎么来用 我们后面还会细讲 现在关于文件修改 这个VI功能 你就先了解到这即可 好 那我先停一下视频